轰二零又有一个新消息了 最近一直网路上说 有人拍到是非的照片 不知道真的假的啦 但是呢 根据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媒体 它有一些数据 因为轰二零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最高机密 没有人亲眼见过它的真面目 据说它最大航程是12000公里 作战半径有6000公里 最大的载弹量至少20枚 挂弹数最多可以到14枚 然后呢旋转发射架 也可以装长舰30 两个侧弹舱 还可以带远程的超音速反舰飞弹 它进行的是洲际攻击 它可以打第二岛链 它可以打到关岛 打到夏威夷 然后呢空中加油 可以到美国的西岸 新战略核三角的拼图 这一块快拼上了吗 我特别说所谓战略核三角 就是指空中的打击 还有海底的潜 刚刚我们看到094 或未来会量产的096 然后陆基型的战略导弹 东风41 这都可以对美国实施 本土的一个打击 不管是在第一级 或者是第二级 可以保证毁灭你的国家 这叫做核战略三角 就是陆地空中跟海洋 那现在来讲解放军来讲 空中是比较弱的一环 目前它所用的是轰6 这一型的战机 虽然说它不断地改让改让 一直从最早的轰6到现在轰6k 轰6n 我看在过一阵子轰6z都快出来了 它不断地改良 但是毕竟不管怎么样讲 轰6这种战机来讲 还是用了很多年 它必须整个做 整个世代的一个更新 那世代更新大概就是 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一定是轰20 问题是说轰60好像已经这个风生 从这个很神秘的面纱 铺了一张照片 好像讲了大概有两年了吧 对 已经讲了很长一段时间 前进战略高地这个节目开多久 我们就讲了多久 对 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这神秘的面纱还没有拿掉呢 我觉得有一个原因 它是因应 我觉得个人是认为说 它是因为美国来讲 B-21已经先亮相了 所以它是针对B-21的性能来讲的话 它将这架战机来做一个 这个比照B-21 我一定要压过你嘛 我不能一出来以后就比你这个络一节 对不对 像B-21来讲的话 它的隐身性 或者是它甚至可以无人操作 像这些都是B-21 目前我们知道的数据 那轰20如果说 在等到它这个亮相的话 它在这方面来讲 科技方面来讲 它一定要碾压B-21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到现在为止 它没有这个亮相 可能是已经完成了 但是它这样后续做后续的这个加强 但是因为之前我们都看过这种 批了一块布的相片 若隐若现的 所以我想应该不会是没有 而应该是有 只是说它现在来讲在做加强 那这种战略轰炸机 我觉得让人家最讶异的是 它的作战半径到一万两千公里 航程一万两千公里是什么概念呢 大概地球来讲的话 整个横跨整个太平洋 也不过一万两千公里的这个航程 那如果说它在携带一个这种 这个战略型的弹道导弹来讲的话 从空中发射 那射程如果三四千公里 再加上空中加油 我觉得这种战略轰炸机 要打击美国本土是非常容易的 前一阵子我们也看到 不管轰6K 它已经挂上了弹道的这种飞弹 甚至于说是它连这个 尖16它都已经挂上这种 应该是战略导弹 虽然说它很神秘 没有公布这颗导弹的型号 但是从外观来看 看它是那种滑翔翼的那种设计 这个应该是研判 应该是属于战略导弹 战略导弹挂在飞机上面 你看它如果说射程 有两三千公里来讲的话 它非常有超高音速 射到外太空再掉下来 那个射程很远的 那如果再加上空中加油 的这种行程来讲的话 我觉得不光是对美国第二岛链 甚至于说是这个 当然打美国本土 可能是比较远一点 可是如果说要攻击珍珠港 对不对 这个应该是绰绰有一个 绝对是没有问题 但最严重的是 你看它挂弹达12到14枚 这一枚来讲的话 最少都有一顿多重 就一定是挂的是 这种战略型的这种弹道导弹 那我们上次来讲 我们前两天讲的那个094 它那么大一艘核潜舰 它也不过12颗的巨浪2或巨浪3 对不对 要到096它才有24颗 那你想想看这一架轰60 它可以带到12颗 那如果说是这个导弹 对不对 战略导弹通常都是多弹头 那一颗导弹上面来讲的话 它如果带5、6颗弹头的话 那你说12再乘以6来讲的话 我们保守估计它假如有6颗核弹头的话 它一架飞机出去就72颗核弹出去了 那其实这种威责能力确实是很强的 那当然这些飞机除了说这种核威责之外 另外我觉得它传统的武器也可以携带 比如说长剑长针 这种对舰攻击或者是对空攻击的 或者是对陆攻击的导弹都可以携带 所以我觉得这种轰二时等到它问世的时候 应该是会让美国眼睛一亮 然后背极发凉 而且解放军的空中力量是不断的升级 接下来请教张艳廷张将军了 歼20为什么击背龙起呢 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击背龙起的话一般来讲有两个设计 第一个我们知道原来上不要击负龙起 因为击负是隐身的 隐身的它已经考量完毕了 不要再从机负下面去增加 你要增加到机背上去增加 你不要到机负我们机下转 因为雷达都是从 所有我们的地面的雷达 就是对着上面来看 一照的话就照到的是机负 你机负不要再次更改了 你机负如果更改设计的话 整个的隐形的设计的结构就破坏了 那你这样的话你就完全 你这个逆中战机的效果就变差了 所以要增加相关的装备 都一定要大部分 绝大部分都放在机背 让机背隆起 那机背隆起它放什么东西呢 放两个东西 第一个它增加 我认为它增加了它的油量 油量要增加 因为它不外挂油箱 逆中战机尽量不要外挂油箱 外挂油箱的话 除非用逆中油箱 但是现在逆中油箱的技术 还没有成熟 你现在如果是挂那个油箱 就是破坏了隐身的效果 会被发现了 那这样的话刚好整个逆中战机就破功了 破解了 那所以放在机背增加它的油量 那油量的话它的作战半径 你就会适度的增长 是这样子啊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两个都是双发动机 双发动机耗油 你单发动机省油嘛 我们知道吸气数大就是耗油了 那你双发动机就是吸气数大 你要比到这样子 双发动机耗得多 又不能外挂附油箱 那你就我们讲让机背隆起增加 整个空军就出来了 而且在机背隆起的状况之下 也不破坏隐身性逆中效果 不会影响 因为除非是更高的 飞到更高的这个空中雨季来看得到 你根本你空中雨季都是 大部分螺旋桨的怎么看它 它就已经算更高了 你要那个雨季 根本没办法飞得比它更高 所以一般来讲 逆中效果不会破坏 那第二个感测器 有的这个电站装备跟感测器 因为有的时候新的构型 新的系统建出来了 要放哪里了 那就要增加地方了 油箱放完之后 机身油箱放完之后 还有一些空间 可以放这些电站装备跟感测器 在空中的时候做结收 做分送 这个都是因为共同图像 都要自己所收到的 也要分给大家 那你这些相关的系统件 跟领主件就都放在这个地方了 这个新增加的 因为机首是雷达没有办法 座舱没有办法 因为这是飞行人要做 那就放在哪里 只能放在机背 那机腹上面要不要加挂 尽量不要加挂 逆中战机尽量不要再加挂 在机腹下面的挂载 这个拍龙架也是一样 以免你挂个小小的 这个外挂的拍龙架 就被发现了 你被发现了 逆中就没了 那把这个机背的空间 腾出来做改装 哇 这个想法真的是很新耶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鱼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招原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十几年 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大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eri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更多的 额外优惠折扣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